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意大利 威尼托 我是来自南美洲 史里兰 我是来自加拿大 多文多 我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 悉尼 重庆我来很多次了 呈现很漂亮 科技很发达 重庆的山美 水美 人更美 重庆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特别的美好 人特别的火热 走进重庆 主要是代表马来西亚来实地考察 行求商机的 我自己看好火锅文化产业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 让我可以把健康产业带回到重庆来 重庆是政府非常注重商机 也提供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的一些机会 而且它的含金量特别高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而马来西亚呢也是跟中国签署了战略华办关系的十周年 这次走进来呢 让我了解到我们政府的支持 大力的支持 一定地方的优势 而且西部 整个西部 它呢 改革 它是在改革开放慢 但是它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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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优势 所以这次我们走进来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想选择我们人脉之严呢 跟我们的基金走进西部 行求商机 可以说呢 这是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在改革开放的2.0的新的商机 我觉得这个发展空间很大 在科技 生物 教育 交通这方面 都有很多教育的空间 我们当地发展的发展 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 我们苏里兰的助援 跟这个祖国的商人一起 对于这个基础上 共同去发展 我们苏里兰有法人的报纸 也有中文电视台 我会充分利用我们的法文报纸 法文电视台 来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我们身在海外 咱们的心还是中国的心 血流的还是中华民族的血 我们在海外要时刻关注到祖籍国的发展壮大 特别是在国家核心历史上 我们要和祖籍国站在一起 我们在海外要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在海外 需要继续的东西 尺导演